第177集 程贵妃小心地看着皇上 捶了捶眼帘 陪笑着小心地问道 这事儿 要不要我叫蜀男王妃进来说说呀 说什么呀 说老祖宗的不是吗 老祖宗那样的年纪又是长辈 别说给晚辈送几个丫头略是不成 就是打到汤像门上 这顿拐杖汤像也只好收下了 再说了汤像也该理一理那杯了 这事往后呀 谁要再想生事就先掂量掂量 也不是个坏事 程贵妃暗暗地说了口气 猝着眉头还是有些放不下心来 皇上探过身子 轻轻拍了拍她的手 叹了口气安慰道 你放心 这件事呀 我心里跟明镜一样 京姓媳妇呀 也不是澄清做法 小客哪是个肯吃亏的 只怕 她怂着老祖宗 或是干脆借了老祖宗的名头 做了这事 倒也涨精了 这些事呀 算了 你也别管 无风不起浪嘛 这中间纠连的因果 不知道多少 你呀 别管这事 程贵妃满眼信赖地看着皇上 点点头 周景然晃着摇椅 听着清平的禀报 执起身子 看着清平问道 哎 汤二奶奶 闹到姓王府去了 是啊 一路哭着过去的 听汤二奶奶去跟婆子说呀 摔了不知道多少背盆 汤二奶奶扑到姓王妃身上撒泼大哭 衣服袖子都扯破了 哦 那汤家大奶奶呢 没去吗 哎 是啊 汤家大奶奶倒没听说有什么动静 就是汤丞相府夫人亲自去过姓王府 把汤二奶奶给拖回去的 周景然摇着折扇 往后倒在摇椅上 闷闷地笑起来 清平抬头看了他一眼 垂手问道 爷吩咐的事 哎呀 不用了 倒也用不着了 哎 对了 你去挑几坛三十年的荔枝酒 再挑两匣子呀 子坛木大念珠 明天呢 我去看看老祖宗去 清平答应着 下去准备了 荔枝酒还好 那两匣子念珠得仔细挑选才行 汤二奶奶 从姓王府回去 要死要活的又闹了两天 到底把两个清官人要过来做了自己的丫头 日夜紧防了起来 姓王妃收了四个清官人 又被汤二奶奶又柔又掐的闹了一场 一时火急攻心 当天就病倒在床上了 林家大小姐的事也就不了了之 天气一天比一天热起来 转眼就近了六月 傍晚时分 李小暖躺在青年院正乌郎岩下的摇椅上 悠悠闲闲的吃着刚上市的葡萄 看着一本书 乘客转过垂花门 拧着眉头沿着抄手游廊 满脸不悦的大步朝李小暖走过来 李小暖将手里的书递给小丫头 接过禅邑帝过来的帕子擦了手 就要站起来 乘客忙紧走几步 上前半抱着他站起来 李小暖扶着他站稳了 仰头看着乘客 关切地问道 出了什么事了 嗯 乘客郁郁地看着李小暖 皇上让我去南边 查盐睡草运的事 后天呀就得启程 你管着户部 这也是分内的事啊 什么时候能回来 这快的话 也得九月里吧 我肯定在九月顶前赶回来 小暖 我跟皇上说了 我实在不放心你 等你生男孩子我再去 那皇上答应了 唉 没答应 乘客闷闷地说道 李小暖拉着他 一边往屋里走 一边笑着说道 你还是现在去的好 孩子生出来的时候啊 你一定要在家里 嗯 你放心 乘客扶着李小暖 在榻上坐了 伸手俯着李小暖 隆起的腹部 唉 好像又长大了 哪有那么快 正说话间 乘客的手突然弹开 惊得跳了起来 恐慌地指着李小暖的腹部 口齿般叫道 唉 动了 再动呢 李小暖笑倒在榻上 半嗓才指住了笑 看着乘客称怪道 这都快五个月了 再不动才有事呢 乘客呆睁了半嗓 呼了口气 小心地坐回到榻上 伸手轻按在李小暖的腹部 转头看着李小暖 皱着眉头问道 这么动来动去的 你难受不难受呀 嗯 还好 李小暖笑着岔开了话题 我让人给你收拾东西去 你这趟去 没什么大事吧 嗨 没有 就是小景的几件事啊 缠手间 疼得没什么大事 李小暖明了的看着他 没再多问 只叫禅意过来 吩咐他和兰初 给乘客收拾行李 六月中 变古临巡的金智阳 被小厮长随抬着 总算回到了京城 张太太 张太太偷偷遣人直接出了几十里外 周氏也遣婆子接到了三十里外 金智阳也不敢先回家 到礼部交还了钦差印信 和唐官告了假 才由长随抬着回到了金家大宅 周氏前去的婆子不敢多话 看着金智阳进了金家大宅 急忙赶回去 禀报周氏去了 张太太焦急地等在二门里 看着长随抬着棚头垢面 瘦得一把骨头的金智阳进来 扑到金智阳身上 心疼得嚎啕大哭起来 金老太爷既疼又恨 干脆置之不理 由着张太太张落着请医炎药 日夜守着金智阳 周氏当天就带着孩子 到了金家大宅 在大门口常跪不起 金家思来想去 到底不敢放他进门 张太太偷偷遣人劝他回去 也不敢再全然置之不理 只好每个月让人送一百两银子过去 作为邹氏和孩子的日常用度 金智阳的病倒也无大碍 调理了七八天 就渐渐好转过来 张太太和金老爷细细商量了 叫了车子去了城南古云山的宅院里 古云山烦恼地接了他进去 恭敬地奉了茶 张太太眼里含着泪 接了茶 随手又放到旁边的机上 看着古云山话还没说出来 眼泪先躺得满脸都是 张太太用帕子抹着眼泪 看着古云山哽咽了半天才说出话来 你和他 你和他到底夫妻一场就回去看看他吧 志阳啊 只怕是不好了 张太太太说着干脆放声大哭起来 古云山 古云山皱着眉头咬着嘴唇满心疑惑地看着大哭不已的张太太 眼看着张太太哭泣声渐渐滴了下来 才吩咎吩咽小丫头们端着木盆帕子 帕子 欧盆等过来 挽起袖子亲自上前 事后着张太太静了面 张太太又抽气了几下 满眼哀求地看着古云山 云山啊 我知道你是个贤惠的心善的 就回去看看他吧 你们夫妻这些年恩恩爱爱的 纸羊啊也就是一时糊涂 古云山皱皱眉头 看着张太太问道 什么时候回来的 请了大夫没有 什么病 十六那天回来的 请了好几个大夫看过了 说是伤了心脉 人瘦的呀 就只剩下一把骨头了 可怜我的儿啊 张太太又要哭起来 古云山仔细看着她 接着追问道 请了哪个大夫 先是请的怀仁堂的孙大夫 如今呢 又请了一铁堂的陈大夫 我看着也是难好 怀仁堂的孙大夫最善肠胃 陈大夫调理上最好的 最怕是在北方受了寒 伤了脾胃 如今既已经用了一贴糖的药 调理起来 也就没什么大碍了 母亲呢 别太伤心 哭坏了眼睛 倒是罪过了 古云山看着张太太 淡淡地说道 张太太一下子指了哭声 抬头看着一脸默然的古云山 呆了片刻 嘴唇抖动了几下 狠狠地指着她 你 你 你和她 后歹做了那么些年的恩爱夫妻 你就忍得下心来 古云山皱着眉头 看着张太太叹了口气 母亲 我既和她稀产分居 就是断了这夫妻情分了 开工没有回头的剑 她若真对我有情分 也不至于到了今天这波 张太太气得 喘着粗气 看着古云山 突然抬手 拍着手边的高姬 狠狠地说道 好 我老着一张脸皮 一趟趟过来求你 算我这张老脸白长了 你既断了这夫妻情分 我也不求你 叫木儿和玉叔过来 我要带他们回去 给他们父亲示极去 古云山气得一时吐不出话来 张太太斜撇着她 吐了一口恶气板 接着说道 孩子 自然是跟你 可这父父子子 还是父父子子 等这羊康见了 好了 我就给你送回来 你只管放心 那是我的孙子 是我金家的长子嫡孙 我比谁都疼着呢 古云山紧紧地握着帕子 闭了闭眼睛 输了几口气 睁开眼睛 看着张太太 冷冷地说道 哼 你站着高义大礼 我是不能挡了这父父子子去 古云山说着 转头吩咐着珍珠 去 给木儿和玉叔收拾东西 让他们祖母 带他们回去试其 古云山吩咐完 也不理会张太太 静止转身 离开正厅 直着脖子 头也不回地 往后远进去了 张太太 惬意地端起杯子 看着古云山的背影 一边梳着恶气 一边喝起凉茶 张太太 带着嚎啕大哭的木儿和玉叔 出了古云山的宅院 上了车 往金家大宅回去了 离金家大宅 还有一设之地 张太太指住车辆 掀起车帘 吩咐着跟在车边的婆子 跟木儿和玉叔的奶娘说 哄着孩子不准再哭 不然 都是他们的不是 婆子去传了话 车子停了半刻钟 木儿和玉叔 渐渐止了哭声 张太太拧着眉头想了想 叫了婆子过来吩咐道 你去传话 木儿和玉叔少爷 回来市集这事儿 任谁也不准传到老太爷耳朵里 有感多嘴的 乱棍打死 婆子胆怯地答应着 急忙下去传话了 张太太这才带着两人 从侧门悄悄进去 引着两人 往金智阳的院子 移进进去了 金智阳面色阴沉 百无聊赖地躺在榻上 张太太进来 叫了大丫头过来 仔仔细细地问了钥匙 坐到榻前 看着金智阳轻声问道 智阳 好些了没有 我带木儿和玉叔过来看你了 云山 肯回来了 金智阳一下子 睁开了眼睛 急切地问道 没有 算了 不管他 我把木儿和玉叔 接回来了 金智阳满脸失望地往后倒去 皱着眉头 盯着满身惬意 手拉着手 站在榻前的木儿和玉叔 看了一会儿 不耐烦地抬了抬手 我累了 你把他们两个呀 带到你的院子去 智阳 你放心 你不知道 这孩子呀 就是娘的心头肉 这离了一时半刻的 就是摘心摘肺的疼 咱们只要好好地养着这两个孩子 他古云山 就不能看着你不管 你放心 金智阳闭着眼睛 半晌 踩挥了挥手 侧着身子 睡了过去 张太太 伤心地叹了口气 站起来 示意着奶娘 带着木儿和玉叔 回去自己的院子了 千月接了信 站在窗前 垂着头想了片刻 转到桌前坐下 拎起笔 用极小的字 写了一张纸条 想了想 又写了一份 卷成卷 握在手里 往后院走去 千月 记好纸条 放飞了信歌 仰着头 看着信歌 冲上天空 眨眼间 就飞得 只能看到一只黑点了 千月又呆战了半晌 才闷闷地 往前院回去了 李小暖 送走了老太妃 扶着腰 站在狼眼下 看了一会儿 满院盛开的花草 才扶着禅意 缓步 回了东向 禅意和玉板 小心地 侍候着 他坐到榻上 笑着说道 老祖宗不让用冰 我就让人把那些瓜果呀 都调到井里镇着了 刚尝了尝 倒比用了冰 吃着更舒服 少夫人 要不要尝一尝啊 李小暖笑着 点头答应着 嗯 就拿几个桃子来就行 旁的不要 禅意答应着 刚转出门 迎面一个小丫头 急不进来 屈膝禀报道 禅意姐姐 三小姐在外头呢 禅意盲侧过身子 示意她进去禀报 自己往后面去取桃子了 不大会儿 禅意捧着一只 放了几只桃子的琉璃蝶 后面一个小丫头 捧着一只大些的琉璃蝶 蝶里满放着三四样水果 禅意将手里的蝶子 放到李小暖面前 又转身接过 小丫头手里的蝶子 放到程序仪面前 笑着说道 也不知道 三小姐想吃哪一样 我就让人挑一些新鲜的 拿几样过来 我都喜欢 多谢禅意姐姐 程序仪笑着谢道 李小暖手里拿着几件 绣得满满的 几乎不见空地的小衣服 看着程序仪 示意她吃着水果 这小丫头 如今开朗自信多了 人也仿佛展开了很多 李小暖看着程序仪 吃了几只葡萄 才笑着说道 这几件小衣服呀 费了这么多心思 竟做成了中看不中用的了 程序仪争了证 李小暖举起小衣服 一边看一边笑着说道 这小孩子生下来 处处都是软的 皮肉更软 这贴着皮肉的衣服呀 要几柔软才行 不光不能绣花 那些绸缎绫绫罗 厚些硬些的也不能用 就是那细软的 也要洗上好些遍 旧了软了才好用呢 你这衣服呀 好看是极好看 就是不中用 李小暖转头看着禅艺吩咐道 把你做那件衣服 拿过来给三小姐瞧瞧 禅艺转身 取了一件半旧的本白小衣服 递给程序仪 程序仪接过来 好奇地翻看着 李小暖招手叫她过来 笑着指点着 你摸摸这料子 是不是柔软得很 这是洗过七八遍的 记着 洗好了可不能叫 你看看这边 要往外翻 针脚要西数鞋 这样贴着孩子身子的地方呀 没有凸起 就不会抹着小孩子了 你这衣服 是魏嬷嬷裁的吧 裁得极好 这袖子宽松 既带也宽 原来小孩子的衣服 有这么多讲究呢 程序仪 仔细看着手里的小衣服 笑着感叹起来 我知道了 嫂子把这件衣服给我做个样子吧 我明天就做一件出来 再送过来给嫂子看看 我想给小侄子多做几件衣服 李小暖笑着答应着 程序仪抬头看着她 迟疑了一下 有些含糊地说道 嗯 姨娘说 我若有空 也帮她做几件 姨娘说 她的属相和小侄子犯冲 她不敢做衣服 也不敢到这院子附近来 李小暖呆了一下 心底涌起一股热议 伸手拍了拍程序仪的手 替我谢谢姨娘的心 隔了两天 千月收到乘客的回复 松了口气 到府里求见李小暖 细细禀报了 李小暖拧着眉头 思量片刻 叹了口气 唉 还是断腿的招数 千月微微转过头 强忍着嘴角渗出的笑意 李小暖又看了一遍纸条 看着千月吩咐道 让人盯着 若是这两天 再不把孩子送回去 李小暖眯着眼睛 没有说下去 只挥手秉退了千月